尼特亚南达,大家好,是吗? 尼特亚南达,我的师父尼特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特亚南达帕尔玛西娃上师 今天早上在开示中呢 师父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你不仅仅是要认知道意识的主权 你要去真正的实践 并且显化意识的主权 显化超能力去实践你的人生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 比如说师父讲的一些开示中的道理 但是呢没有真正的用它指导自己的生活 比如说这个意识主权的话题 我们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了 可能有一些同修甚至还不知道 什么是意识主权 意识主权的简单的讲解呢 就是你知道你是意识 并且按照这个标准的去过你的人生 去实践你的人生的现状这样 去指导你的意识住行 你的所有的这些决定和思维 还有行为 很多同修呢是可能能够理解师父所讲这层意思 但是到事上呢又陷入到幻想中 还是自己一贯的作风这样 该生气该痛苦痛苦 该悲伤悲伤 该不可能就不可能这样 所有的这些每一分米每一秒 我们面对人生的态度呢 其实都应该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就是我是意识 从这样完全的强有力的角度呢 去判断 然后去过我们人生 然后去做所有事情的决定这样 这个才是师父所讲的 用意识的主权去过你的人生 显化超能力过你的人生 就是在我的理解就是在一个完全圆满的空间 超脱的空间呢 用强有力的认知去指导自己的每一件 每一个行为 每一个决定这样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显化强烈的超能力去实践 显化自己的人生 也就是说呢 你会看到你想要的就会实现这样 虽然可能它从逻辑的角度不逻辑这样 但是这个就是意识的存在的最终的真相 它呢可以显化成所有的现实 你的一个有意识的有觉知的决定呢 就可以让你想要的现实在你的眼前立即发生这样 所以呢也希望所有同修都能够 接收到师傅的在开始中的讯息 不仅仅学到他的教学 而且呢真的要用它作为自己的实践 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呢 强烈的显化自己的意识主权 用你的意识 你的最高的 这个觉知 去强大的显化一个你想要的现实 这个就是超能力显化 我希望更多更多的同修能够突破自己的模式 能够让自己呢战胜自己的不圆满 在觉知和意识主权的情况下去面对人生 这样呢你的每一天都是精彩的 充满喜悦和吉祥 包括充满奇迹的 当你想化超能力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的发生呢都出乎你的意料的美好 我也希望更多同修能够在未来这段时间体验这样的突破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马开拉萨的微信是14595087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开拉萨或者是了解师傅的教学 可以跟马开拉萨联系 也要等我 下次见